最後我們要把射擊動畫加進來 但是呢你要像我們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它是一個繞一圈的動作 你要繞一個圓圈去做容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呢我們這邊用的方法 我是用虛擬物件 虛擬物件的方式去讓它怎麼樣 跟著它走 當然你做導引線也可以啦 我們以前也有教過導引線嘛 也是一種方式 那怎麼樣做呢 來我們先從這邊 我來增加一個虛擬物件 叫NOR UGEN 虛擬物件 虛擬物件就是空的 空的物件 也就是說你編輯的狀態看得到 但是輸出的時候是看不到了 好點一下 它預設的位置有沒有放在正中間 對不對 正中間 那這個呢你要多大多小 其實是沒什麼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放大一點 你就把它放大一點 不影響到 但是要留意一下 預設它進來是2D的 所以我也要讓它變3D 不然你會少一個軸像 你會少一個軸像 如果現在變成3D之後呢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攝影機跟它做連結就好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一下 我們從右手邊你可以看到 請問我現在蝴蝶 在這裡 因為我蝴蝶剛好在畫面正中間 虛擬物件有沒有在畫面正中間 有 所以我只要把攝影機跟它做結合就好 還記得我們以前用過豬尾巴嗎 這條啊 你只要把攝影機的豬尾巴連到虛擬物件 現在你來看看 當我攝影機在動的時候 不是攝影機 虛擬物件我在做旋轉的時候 我找利軸旋轉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在跟著轉啊 有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豬尾巴有什麼功能 豬尾巴 有幾個功能 如果你在做縮放 在做位移 在做旋轉 它是會跟著一起動 對不對 只有一個不會動 叫做透明度 我們以前講過嘛 有講過 那個是上學期的事情 呵呵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沒關係 就你 豬尾巴連過去之後 它就跟它做連動 所以呢 我們的虛擬物件在轉的時候 它攝影機就跟著在轉 所以你從這邊就看得很清楚 攝影機就跟著轉 所以就變成像這樣子啦 那你就可以 確認好之後 來 我們就回頭 回頭 先不要轉 我就把這個地方 拿過來 好 我就告訴它 我要做 因為我們是Z軸的 這裡 我看一下 Z軸 Z軸的旋轉 在這邊 因為是360度嘛 所以我應該再找一下 這裡找一個 好 Z軸 Z軸 在這裡 點一下 因為我要轉一圈 所以我就在最後面 假設我最後面到這裡 我就告訴它 我要一圈 這邊 好了 動畫做完了 你看這裡 這樣有沒有 它就跟著轉了 這樣就跟著轉 但是這邊你可以做一點變化 我現在的這個 攝影機的角度是固定的 對不對 其實啊 攝影機還可以動自己的喔 也就是說 雖然我是跟著你走 你做什麼 我會跟你做 但是我還是有 可以有自己的動作 還是有自己的動作 所以我可以加上這個東西 這個是加強版 好嗎 我記得 上課錄影片有講嗎 來這裡 因為我們攝影機 目前是兩個點的 有沒有 這裡有兩個點 其實呢 你可以搭配一個東西 有一個 我們上次有做地圖動畫 對不對 你們還記得 你們上次有做過地圖動畫嗎 地圖動畫 我們用一個工具 叫做這個攝影機工具 你可以搭配這個再移動一下 我做一下給你看 我把攝影機的點 拿出來 這個 你要不要做 其實都可以 那我把它加進來 好 假設這是我現在想要看的角度 那我往後推一點 好到兩秒鐘的時候 我可以拿這個攝影機工具拿出來 我想要做前進跟後退 就用這個 記得攝影機工具要在哪裡做 要在攝影機鏡頭做喔 你看我讓它往後退一點 也就是說 我希望你在邊旋轉的時候 攝影機還可以往後退 來看一下 你看在旋轉的過程 攝影機有沒有往後退 有沒有 攝影機後退 是攝影機自己的動作 旋轉是虛擬物件的動作 這樣有沒有拉進去 對不對 這樣子變換就比較多 那你需要在前進的時候 我再前進一下 可以啊 所以呢我們就會 好先後退 後退一段時間旋轉 繼續旋轉 再來 是不是又拉進了 等到到這邊的時候 我再怎麼樣 再往後退 再退出來 這樣也可以 這樣你中間的變化過程 就會比較豐富 不會是只有單一角度在那邊動 這樣可以 所以當然最後你要怎麼輸出 這個應該就給我們教了 這個是跟各位現場示範一下 這個動畫該怎麼做 好不好 那剩下的時間就交給你們